欢迎来到历史课正要是美丽 张学良小时候非常聪明 经常闯祸 跟他一起调皮捣蛋的孩子中 有一个是他的堂弟张学成 两个人形影不离 感情非常深 张学成的父亲是张学良的二伯 很早就去世了 所以张钻林就把这个侄子 接到自己家里 当亲儿子一样抚养 等张学成长大后 张钻林还送他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 回国后张钻林就让他 做了卫队营长 不久又升任东北军旅长 当时张学成刚刚二十岁出头 以官居旅长人人羡慕 但是他的心里 却总是憋着一股劲 想要跟一个人逼个高下 就是他的堂哥张学良 当时的张学良 人称少帅 一起风发风流提躺 风投不可一世 张学成认为 自己的才干并不在张学良之下 所以总想干出点大事来证明自己 机会很快就来了 张学成接到了张宗昌的邀请 便借口出去历练历练 来到了张宗昌的部队 当起了第七十时师长 张学成本来想借着这个机会 大干一场 扬眉吐气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自己竟遭到了土匪的陷害 他们借着张学成的名义欺负百姓 无恶不作 愤怒的乡民们跑去找张学良告证 张学良得知自己的堂弟做了这种事 非常气愤 当场就把他撤了职 兄弟俩之间的梁子也就此结下了 1928年6月4日 举世震惊的黄姑屯事件爆发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成重伤 不治而亡 张学良继承了父亲的大业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 邀请张学成回到自己身边 然而张学成却迟迟没有回复 实际上张学成的心 早已被仇恨之火扭去了 他不仅不愿意与张学良共事 还巴不得他早日垮掉 但此时张宗昌的队伍 已被北伐军打得溃不成军 无奈之下张学成竟然投奔了军阀石油三 石油三是个典型的卑鄙小人 做人毫无底线 曾先后背叛冯于祥 严西山 蒋介石 张学良四度卖主求荣 最终触犯了众怒 被自己的部下干掉了 石油三丧命后 张学成再次拾去了靠山 彷徨无助之下 竟然做了一个让人不齿的决定 投靠日本人 张学成找到自己的一个日本朋友 让他给日本司令部传话 称自己是张氏宗族的血脉 能够帮日本人管理东北 还说 我和张学良从小一起玩到大 他的脾气性格我一清二楚 只要能帮到你们 我知无不言 日本人认为他很有利用的价值 就任命他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 有了新靠山 张学成小人得志 竟然向张学良的东北军发起了进攻 面对张学成的不断挑衅 张学良的部下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任由他们嚣张跋扈 辽宁警务处长黄显生赶往北平 把这件事告知了张学良 张学良听后气得浑身颤抖 最后说 附近在世时多次叮嘱我 一定照顾好学成 因此他多次反对我 我都没有与他计较 可现在他竟然投靠日本人 成了国家的敌人 留不得了 有了张学良这句话 东北军再无顾忌 因一局消灭了这股日伪军 击毙了张学成 好了欢迎点赞 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